江華是農業大縣 除了稻米之外 沿海地區還有很多特色雜糧作物 行政院農委會台中區農業改良廠 長期肩負責雜糧品種育成及研發工作 配合農改廠創產120週年慶系列活動 特別舉辦特色雜糧品種 調製機具與機能產品研發成果展 台灣特色雜糧產業策略聯盟也同時舉行成立大會 今天很高興 其實今天是我們台中廠 我們從1902年成立到現在 今年剛好129年 所以我們從6月1號開始到1月1號的廠慶 我們有12場的慶祝活動 今天是針對雜糧部分扮演發成果 就今天第七場非常高興我們雜糧 雜糧發成果發表的時候 特色聯盟成立大會也跟我們同步在這邊成立 所以我以地主而立場非常歡迎各位 我想我們今天成立的台灣特色雜糧產業策略聯盟 主要的目的我們就是要結合這些國內的雜糧的葉子 葉子當然包括這些農會 合作社農改廠的裡面的研究的成果跟這些成員 還有加工葉子還有行銷通的葉子 把它結合起來 好好的把我們的國內的好的雜糧原料 去做一個很好的多元化的產品的開發 剩技產品的一個行銷 來帶動原料端的這些的價格跟生產量 台灣一年大約進口800萬噸雜糧 其中以黃豆小麥及玉米為主 台灣自產的比例不到1% 因此成立台灣特色雜糧產業策略聯盟 由農民和產銷班以及食品加工業者攜手 期望透過聯盟的力量提高雜糧的產值 公益頻道林毅俊大春採訪報導